没有团物资 我在邻居家客厅的墙上 用口红写下这些字后 就匆匆离开了 这是末世爆发的前三天 算上之前的几次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回到这个时空了 我陷入了一个诡异的循环 每当我在末世中丧生后 我都会再一次回到这里 一方面 我很庆幸我像是拥有不死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 我开始对死亡产生极度的恐惧 毕竟一个人经历过三次丧生 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 都是一种非人的折磨 我不知道这样的循环 还能再来几次 也许下一次 我就要长眠在黑暗中 不过这样也算是一种解脱了 我拉回思绪回到现实 深呼一口气 再一次为末世的倒来做好准备 在三天后 全球气温将陡然升高32度 随后快速回落 各种动植物发生基因突变 人类也不曾幸免 皮肤溃烂 失去理智的丧失开始出现 它们不眠不休 体寒毒素 感染性极强 动植物也变得暴躁异常 弱小的它们会力量满增 长出畸形器官 开始无差别攻击人类 当然 厄运袭来 自然会有另外一批人的崛起 它们以特殊的能力一起抗衡 以达到世界的自然平衡 幸运的是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不幸的是 我的能力十分弱小 2027年12月12日8点46分 我来到小区门口的便利店 随意挑选了几样东西 两盒巧克力 一瓶高度白酒 一盒蛋卷 两袋饼干 一包白砂糖 一袋盐和一打的果汁 看上去就像是平常离子购物 接着我又来到了家具城 挑选家具 我目前所居住的地方 叫做陆云一号 是个处于A市黄金地带的豪宅小区 由于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所以我在这里租了一套 175平的房子 两年前我还在A市的东区 购置了另外一套房产 位置稍微偏僻了些 不过面积也够大 足有150平 这是我用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 全款买的 房子刚装修好不到一年 虽然陆陆续续在天制了 不过还是有些家具缺少 我买了一张床 准备放在主卧 还买了沙发 地毯 餐桌 冰箱等等 还另外买了一个 安全系数极高的房道门 准备安在原有大门的外边 选好后 我一边付款 一边交代商家 给我赶快送过去 尤其是那扇房道门 一定要在金山装好 没错 我准备在末世来临前搬过去 陆云一号是A市有名的高档小区 里面环境优美 占地广阔 入住率也不高 能住进来的大多非富即贵 我所租住的房子 是里面面积最小的一个户型 要不是 我有六七十万的年薪外加 有一笔遗产加持 还真负担不起 这每月一万五的房租开销 而我东区的新房 虽然也不错 但比起陆云来 还是要差上一截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搬来东区 而不是住在陆云 却是另有引擎 家具进场的同时 我跑到楼下的中介询问 我想把我对门内户给租下来 我东区的房子 和在陆云租的房子一样 一层都是有两户人家 不过区别就是 东区是一梯两户 一共九层 而陆云是两梯两户 一共三十层 要来电话后 我费了好半天进 才终于让902的房主 同意把房子租给我 原本他是不愿意出租的 我硬是把租金 在市场行情的基础上 提高了30%他才送口 当天合同就签订了 拿到钥匙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对面的门锁给换 一直忙到傍晚 我才回到了陆云一号 刚一到家 我就接到了大伯母的电话 我有些不情愿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的大伯母 先是和我寒暄了几句 后来话题不出意外的 又转移到了房子上 行费分是我大伯的老婆 自从她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堂弟 今年大学毕业后 她就一直劝说我 让我把在东区买的房子 按原价的八折 卖给他们家 原因无她 不过是女孩子早晚要嫁人 不需要自己买房等理由 来给我洗脑 在她的眼里 她儿子才是我们家族 作为首付给我才行 如今东区发展迅速 我房子的市场价格 早就已经到了八百万左右 她还想在原房价八折的基础上 再奢一百万的首付 也就是说她想只掏五十万 买走我价值八百万的房子 打得好算盘 我心里冷笑 嘴上却还是恭恭敬敬 回答她 不会考虑这件事的 让她再给我几天时间 想起第一次默示来之前 我也曾接到过这通电话 不过当时的我却没这么好脾气 而是直接和秦桂分撕破了脸 当时我并不知道 她是如何转述的 以至于我的大伯 大伯母 表弟 大姑 二姑 爷爷 奶奶 没多久就都来到我家劝解我 他们一致认为 我的父母是这个家族里发展最好的 如今他们走了 总要为这个家族 做出一些贡献才对 于是在第一次默示来的时候 我175平的房子里 就住着八个人 可想而知 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恶劣 食物没两天就消耗完了 没有食物 又没人敢出门 虽然后来政府出面 给每户人家都提供了一些粮食 不过对于我们八的人 来说也是背水车心 于是我们互相埋怨 互相争抢 以至于后来我饿着肚子 到外面寻找食物时 被一群丧尸包围 咬伤 那种身上的疲漏 被牙齿撕扯下来的疼痛 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后来的几次失败 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 活得最长的一次就是在上次 在默示狗 起了近两年的时间 可还是因为一直躲避追捕 而无法增强实力 导致和沈川丧生敌手 沈川是我在陆云一号的邻居 我对门那套 也就是沈川房子 足有三百多平 要比我租的这套大得多 后来我才知道 这还只是他众多房产其中之一 他的爸爸就是我们 也是有名的富豪沈永康 虽然是邻居 但我们彼此都挺忙的 尤其是他很少回到陆云的家 所以就算我在陆云 住了两年多的时间 也和他几乎从无交流 在第二次默示来的时候 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 那时候我避免了 和秦桂分的争吵 独自一人躲在家里 并且我还囤了大量的物资 什么大米 泡面 放泉水 压缩饼干 肉干 水果罐头 面条 火锅底料 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用品 我都各买了树香 直到家里快被堆满为止 正当我觉得自己可以在 陆世活得很好的时候 意外来了 大量的难民涌进了陆云小区 这个小区的管理一直很严格 小区的围墙是由大理石 和花雕护栏组成的 兼顾高耸 若是爆发之初 小区内部并没有怎么受到影响 可后来在周围数个老旧小区 和城中村被丧失攻破后 有关部门就建立了 简易的方舱 供大家居住 可无家可归的人实在太多了 又有好些地方被丧失占领 安全区域位置有限 有一些人就把目标 放在这些入住率低的高档小区 自然 在人们又恶又困 并且还处于绝境的时候 只没有人在乎什么礼仪廉耻 需要门禁卡 才能刷的电梯做不了 他们就从安全通道 一层一层爬上来 每一层他们都有人停留敲门 敲门没有反应的 他们就认为无人居住的 几个人用工具把门锁敲开 直接进去入住了 有人居住的就讨要吃食 或是要求进去避难 撒泼打滚道的绑架 用尽浑身解数都要留在这里 政府疲于对处数量 呈指数型增长的丧失 已经顾不到这些小事了 最终我和沈川处在的29层 也被十几个流民占领了 比练不乏几个壮汉 和带着孩子的妇女老人 一开始 我们俩自然不约而同 都没有让他们进门 而是给了他们一些食物 他们一开始 见我们愿意给东西 也没多说什么 就住在了门外走廊 明天晚上很冷 就有几个男人和妇女 来敲我的房门 想让我开门 让小孩和老人进去住 我心里其实并不情愿 但看到那几个小孩和老人 瑟瑟发抖 又架不住他们的再三请求 就让两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和三个老人到客厅或书房去休息了 而大部分的物资 我都锁在了主卧和次卧里 第一夜无视 第二夜孩子的妈妈 也一起进来和孩子居住 第三夜 他们开始自己拿我的食物 第四夜 我藏食物的主卧和次卧被撬开了 他们惊讶我所囤物资 丰富的同时 也开始毫不客气地使用 我像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家里住着八个人的情况再次重现 不过不同的是 这次的物资足够多 就算是有八个人 也够撑上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心有不甘 但双拳难敌四手 在这种情况下 我若还想护食 几乎就是找死 三个月后 我所囤的食物完全消耗干净了 按理说 食物消耗的速度不应该这么快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霸占在沈川家的那些人 后来也到我这里来拿食物 原来在末世开始一星期后 沈川家就已经淡尽粮绝了 可我感到纳闷 我明明记得 沈川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在我打算提醒他之前 就开始囤了不少东西 在家 在爆发的前一天 我还看见有好几个工人 陆陆续续 搬了十几箱的水和各种食物进去 原本八百人的消耗速度 变成了十七个人 更令人窒息的是 在这些闯入者中 还有一个男人产生基因突变 身上的力气突然变大 拥有普通人两三倍的力量 而我也是在这次的末世中 才出窥到变异者的世界 末世爆发后 人类由于基因突变分为三类人种 第一类是失去理智 皮肤溃烂的丧失 第二类是不受基因突变影响的不成人 第三类就是由于基因突变 而获得各式各样能力的变异者 这些变异者表面上和常人无异 在漠视出的某一天会突然高烧 咳嗽不断 全身疼痛 直至烧退后会感觉身上产生一股澎湃的能量 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 他们有的会速度激增 堪比短跑运动员 有的会力大无穷 心而易举抬起一辆小车 更神奇的还可以发出声波攻击 手中摩擦声电 甚至催眠换数等等 而我也是其中一员 不过可惜的是我的能力十分弱小 我可以隔绝气味 高烧退去之后 我感受到在我的四周 像是有许多看不见的电子屏障 我可以随意操控它们的存在 而经过后来的不断实验 我发现这些屏障可以隔绝掉所有的气味 这项特殊的异能 却并不能很好的保护我 在绝对实力面前 我在我家失去了话语 以那位力量型变异者为首的小团体 渐渐成为了我的物资的分散者 甚至对颇有滋涩的 我也产生了一些不轨的想法 于是在第二次漠视的时候 我找到了队能的沈川 他和我有一样的境遇 都被人霸占了假 我向他提议在物资即将用完的时候 一起离开陆云 并寻一个新住所 外面越来越混乱 街上已经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丧尸 我需要一个身强体健 又相对能信得过的队友 而沈川大约一米八几的身高 长年健身 长得也颇位不错 平时听物业的阿姨说是个人挺不错 又有礼貌的小伙子 所以她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适合的人 可没想到 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和几个老人妇女和小孩睡在客厅 很快三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食物差不多都已经消耗完了 可这些人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为首的那名力量型变异者提出了的想法 让大家轮流出去寻找物资带回来 无法 我只能被迫在食物耗尽的第三天 和两男一女一起外出寻找物资 而我知道这是我离开的最佳时机 如果再不走的话 以后就更走掉 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小包饼干和半瓶水 要求我们在傍晚之前回来 我偷偷带上藏在厨房的一把水果刀 他不动声色地找到我 问我离开路云的计划和想法 我大致和他说了之后 他很快就同意了 就这样 我们悄悄脱离了寻找物资的队伍 一路上颇为惊险 我勉强使用了四次隔绝气味的能力 躲避了大量的丧尸 我们开着车 停停走走 到了晚上总算是有惊无险到了我东区的房子里 而也就是在那天 沈川才知道我拥有可以隔绝气味的能力 他知道的时候 不过是眉头一挑 似乎并不很惊讶 我也是在那天才知道 他竟然也是个变异者 而他的能力是随身空间 东区是个新开发的片区 位置离市中心较远 许多楼盘都还没交房 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整个小区里不过只有数十户人家入住 也不存在有流民闯入户主家的情况 902无人居住 我们所在的九层只有我们俩人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这么安静的时刻 而当沈川平空变出食物的时候 更是让我大吃一惊 果腹的满足和新家的安全感 让我感觉自己重过新生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在陆云一号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吃饱过 不是一天吃两块压缩饼干 就是吃有些缩掉的面包 沈川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虽然有大量的食物在身上 但也不能让别人发现 只能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拿出一点巧克力之类的冲击 于是饿得有些头晕眼发的我 在回到东区的时候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了大量美食开始享用 其中还包括两个自热火锅和啤酒烤肉等等 但是我们却没想到 这个气味引起了其他变异者的注意 就闻到了我们的食物的味道 于是当天晚上 我们就在反抗中丧生 第三次重生 我吸取前两次的经验 早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安排 顺利地和沈川 带着大量食物和物资住在东区 我们平安度过了小半年 在这个时期 全人类进入严重的饥荒时代 变异者的存在也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 有些意想不到的异囊也随之出现 出于对食物的渴求 有组织发现在末世初期 某些超市的存货 竟然早早就被采购一空 不仅如此 还有一些药店 便利店都在末世前的某天销量 发了好几倍的情况 变异者中出现了超级脑的存在 在无数数据和代码中 超级脑发现 我和沈川在末世前 囤了大量的物资 而在和我们相关联的房产 也被他们一一搜寻 沈川几处位于黄金地带的豪宅 我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最终我们在东区的住所被发现了 不过还好 在那个时候我们俩也有 无边道自保能力 我的异能已经进化到 可以隔绝气味和生意 而沈川也可以操控空间 进行短距离的瞬移 变异者组织好奇 我们为什么能提前预知末世 到来存物资 并认为我们积攒大量物资 是夺取了其他人的生存资源 是有罪的 并在民众中大肆宣扬我们的罪行 导致许多普通人和变异者 自发追捕我们 也许是为了正义 也许是为了我们身上的物资 多过沧桑一年多的时间 最终我们被抓到了 精神系变异者控制了我们 让沈川吐出了所有物资后 防止他顺移逃跑 切断了他的脑神经 让他成为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他们不舍得沈川就这样死去 毕竟拥有随身空间异能的人 是很罕见的 只要控制得当他 就是一个移动的仓库 而他们通过幻术 精神折磨等手段 了解到一切都是 我在引导俩人的行动后 不仅囚禁了我 还给我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 想从我身上得到真相 再一次注射间隙时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屏蔽了研究人员的视觉 给自己加大了注射剂量 最终死在了研究台上 第四次的重生 我又再一次回来了 经历过前三次的死去 我才明白 末世来临 可怕的不是丧失 而是人心 末世前一天 我敲响了2901的门 沈川那张熟悉又英俊的脸 出现在我的眼前 只见他微微醋没朝我问道 你是 我干脆回答道 我是你的邻居 有什么事吗 我眼球一转 最近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例如全球性的热辐射 导致升温 或是传染病蔓延 沈川听后露出了意外的神情 我知道这些讯息 是他在研究院的大伯告诉过他 所以他才会事先做了准备 你最好不要在这几天 买太多的物资 只要在家放上 一个月左右的食物就行了 沈川眯起双眼看向我 我家墙上那些字是你写的 我诚实地点了点头 总之你最好取消掉今天的订单 等明天气温回落 你的烧退去之后 我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说完之后 我不等他反应 快速溜回了自己家 晚上走道里一直很安静 没有陌生的工人 在搬运物资上来 我松了一口气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 高热突然来袭 但虽然来的是我的低烧 和全身酸痛 打开手机 上面许多时事新闻 都是关于人们 因为高温的到来而抽搐 高烧甚至晕厥 丧尸的出现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被隐瞒了下来 等到傍晚 高温早已退去 气温又回到六七度左右 根据前面两次重生 使用异能的经验 我勉强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再次敲响沈川家的门 大致和他说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迫使他尝试 使用自己的异能 他一边用手扶着 额头上的冰毛巾 一边用像看白痴一样的神情 看着我 直到在推档中那条冰毛巾 突然消失在他手中的时候 他才相信我说的话 停止了关门的动作 第一步 我让沈川把他家和我家 能用的和能吃的东西 一嘴脑都装进了 他的随身空间里 根据上一次的经验 他的随身空间初始的时候 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并且还可以随着异能升级 不断扩大容量 里面的时间也是停止流动的 放进去 是什么样拿出来还是什么样 对也装不了货物 在这两天里 我陆陆续续小批量的 买了一些物资 放在我陆云一号和东区的房子里 每一次我都尽可能做到 像平常的购物一样 不买太多重复的东西 还会故意换几家超市 便利店 也尽可能使用现金 不留下任何的电子记录 我买了这些 加上省川家里的东西 足够我们俩吃上三四个月的了 随后我们驱车来到了郊区 这里有许多的菜场农地和私人果园 一般生活在这片的人 要不就是老人 要不就是文化程度较低 靠种植农作物为生的人 他们一番不怎么关注新闻 因为常年生活于 地广人西空气清新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发病率也低些 我独自一人下车 戴着口罩帽子和摊贩交涉 用现金买了好几麻袋蔬菜 和他们自家养的一些家禽 随后又分别找了几乎有稻田的人家 买了二十袋的大米 面粉和一些五股杂粮 我仔细算好每家购买的数量 尽量不影响他们自己家里的粮食储量 在此过程中 省川一直待在车上 每当车厢的空间 他被装满的时候 他就会收一部分到随身空间里 我和卖家就不断往车上装东西 表面上我们只装了一车的食物 其实三车都不止了 临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夸我们这车的容量真大 后来我们又来到了某私人果园 打完电话后 原主贴这个退热帖给我们开门 他看了看我们开的SUV的容量 收了我们六千后 就不管我们回去休息了 离开的时候还纳嫩今天这么晚 流感这么严重 怎么还会有人有兴致来摘水果 等果园老板走后 我们摸到了他附近的小仓库 搬走了十箱橙子 十箱黄桃 十箱苹果 五箱猎猴桃 五箱菠萝 十二箱草莓 六箱百箱果和十箱车梨子 我们改变了原有的计划 决定尽量不采摘树上的水果 而是收走已经摘取下来的 毕竟这些已经摘取下来的水果不易保存 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腐坏 树上的可以维持更久的时间 由于最后拿走的水果比预想的更多 我们又在仓库里留下了两万块钱 天色已晚 已经凌晨两点了 我们筋疲力近回到了东区的家 等沈川和国外的父母通完电话后 我向他讲解了我接下来的计划 在最初的这几天里 我们是不能大肆购买太多物资的 只能像今天这样 偷偷摸摸的这里买一点 那边收一点 不过好在这次去郊区的收获不少 虽然种类不多 但买来的大母 足够我们俩吃上一年半改的了 我们除了要继续收集食物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拿到湿巾 湿巾是丧尸脑中没心处 形成了一个指甲块大小的透明物质 它可以促使我们变异者提升异能 不过却不是所有的丧尸的脑子都有湿巾 大概四五个丧尸中才会有个 挖湿巾这会我再熟悉不过了 先用喝嘴稿插进丧尸的头盖骨中 再一翘一转 白花花的脑浆就流了出来 接着再用手指伸进去一扣 一颗半透明的湿巾就出现在我的手中 在此之前 我已经敲开三具丧尸的脑袋 均一无所获 而沈川早已在旁边吐得不行 看向我的眼光也略带震惊 不过很快他就习惯丧尸脑浆的腥味 毕竟他前几天亲眼目睹了一个 丧尸活生生 咬死了一个小男孩的惨剧 对待丧尸仁慈就是对同胞的残忍 我们每干掉一个丧尸 都尽量让他们的伤口不同 避免被发现端倪 在漠视的前期诗巾 还未被人们吸之 就这样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个星期 每天我们都出门购买物资 再猎杀一些落单的丧尸 除了食物之外 我们还弄到了几把趁手的武器 喝嘴稿是我最熟练的工具 沈川通过关系 买到了一把开过光的糖包 很重 不过去削铁卢尼 一挥就可以把丧尸的脑袋整个窃下 这天下午 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丧尸开始成群的出现 我们没办法找到落单的丧尸 只好从一个被丧尸霸占的药店里 收集完所有药品后 就匆匆回家 回到小区 还没到酒楼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很熟悉 我和沈川对视力掩候 一前一后上了楼 我有些吃惊 爷爷 奶奶 你们怎么来了 坐在我家门口等着的正是我的爷爷 奶奶 大姑 二姑还有大伯一家 哎呦 还好我记得你新家的位置 不然我们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大姑美好气的挟了我一眼 还不快开门让我们先进去 我们都饿了 好几天了 看你面色红润的 一个人躲在大房子里享福 也不知道把你爷奶奶接来住 真是不孝 大伯瞪着眼说道 我一时有些发忙 不过毕竟经历过几次生死的人 我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无数的考量在脑子里转了几圈 最终我装作唯唯诺诺的样子 给他们开了门 在门要关上的时候 我像刚走上来的沈川十个眼色 在这瞬间 我真的佩服我自己有先见之明 把隔壁的房子也给租了下来 像第一次漠视的时候一样 他们七个人一进 我的家就开始四处打让 一边流露出贪婪的目光 一边各自选好了的房间 只不过场景由陆云一号 换成了我现在东去的房子 这个主卧就给爷爷奶奶住 我和你大伯母住隔壁的次卧 你大姑二姑住另外一间次卧 那间书房就给小旭住吧 你看看你是要和你大姑二姑集集 还是住在客厅 大伯像是主人一样 在我家发号失利 我没有接他的话 而是再次问道 爷爷奶奶 你们不是在老家吗 怎么会来A市 捡鸟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当初在电话里不是说的 好好的会把房子过户给小旭吗 这里现在也算是我们的家呀 我看这段时间不太平 各种瘟疫流感横行 就拉上你爷爷奶奶 他们来A市了 毕竟大城市的医疗设施 肯定比我们小地方强不是 大伯母亲贵方插嘴道 我什么时候答应 把房子过户给他儿子了 我在电话里 不是说让我考虑考虑吗 怎么到他嘴里 就变了一套说辞 事情的发展 好像并不像前两次重生时那样 难道是我 这次应付秦贵方的时候 语气太软了 才导致这次的变数 我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种可能了 一辈子活在小地方的爷爷奶奶 此时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冷眼看着我 几声咕噜咕噜的声音 从他们的肚子里发出 小旭怕是饿了 去找点吃的给他 爷爷面不改色的朝我说道 我明白他就是自己饿了 却非要用其他人 当借口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是我家长被管用的套路 我心里虽厌恶他们 可表面上却并不想和他们撕破脸 毕竟我现在实力还很弱小 整治他们的办法有很多 不需要采取损人不利己的那种 我整理好情绪 恋戴微笑的去厨房拿食物 大伯母和二姑 对看一眼后也跟了上来 我和沈川留在家里的食物 其实不多 大带有我们一星期吃的量 怕哪天我们出去搜寻物资 发生什么意外 没机会再回来 也怕我和他走散了独自一人回来 所以才商量着 在家里放着一星期的食物 我打开冰箱 取了几瓶牛奶 和一小块面包 就准备出去 大伯母和二姑看到后皱了皱眉 说道 你就拿这么点东西 怎么行 怕不是舍不得把食物 给你爷爷奶奶吃吧 我从容都说道 先拿这些东西 给他们垫垫肚子 毕竟做熟食 还要好一会儿呢 听到我这样说 他们的脸色才好一点 牛奶和面包拿到客厅后 厨房已经被他们俩翻了个遍了 只搜出六包泡面 三包榨菜 三盒肉罐头 一个黄桃罐头和半袋大米 怎么只有这点东西 我们这么多人怕是不够呀 没事 减倒他钱多 总会有办法弄到食物的 二姑和大伯母怯怯思语道 对了减了啊 你年轻人 不都嚷嚷了要减肥吗 我看你晚餐就少吃点吧 厨房的活就交给你了 我和你二姑先去休息一下 我一边乖乖点头答应 一边在心里冷笑 我估摸着分量 拿出一半的大米开始煮饭 只往里面加少量的水 在这期间 我还把那个黄桃罐头 拿出去给他们吃 果然 我算还没蒸熟 他们就已经把我端出去 东西都吃完了 饭好了后 我把肉罐头和榨菜 都拿了出来 米饭有些加生 不过他们许是饿坏了 吃的时候竟也没发觉 很快这些东西 就被消灭干净 转眼到了晚上 我捧着本书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厕所的门 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我知道他们开始拉肚子了 一个奶奶重男轻女 最是疼爱孙子 那一小块面包 早就被简讯那小子 一个人吃完了 许久没有好好吃饭的 他们空腹喝了冰牛奶 本舅乳糖不耐受的 他们再加上黄桃罐头 和加生米饭下肚 除非肠胃是铁打的 不然总是要闹肚子 哎哟 你这死丫头 给我们吃了什么 怎么我们几个 都开始拉肚子了 本舅脾气暴躁的大姑 看到我黯然无恙 坐在沙发上 气不打一出来 我也不知道啊 会不会是你们饿了太久 一下子吃了太多东西了 我装作无辜 许是牛奶的问题 我们本来就有点 喝不惯那东西 又是空腹喝的 我也是饿极了一时 忘了这茶 应该先垫点东西再喝的 大伯母还算是有点头脑 捂着肚子说道 那既然这样 你这有什么止血药吗 你看你害你爷爷奶奶拉的 本舅饿得脸色辣黄的两位老人 这下子更是浑身发虚 脸色苍白 我心里暗暗性在乐祸 脸上却担忧的说道 家里没有药了 不然我现在出去 看看能不能买得到吧 要是歌平时也就算了 现在外面丧失横行 他们不但不担心 我一个女生独自外出 还竟然要我代言回来 我对这几个亲戚的 最后一次感情 在这一刻算是消失殆尽了 我从家里出来后 用立下了几层台阶 随后又偷偷折回 用钥匙打开了对面的门 坐在客厅的沈川 听到开门身后抬起头 我打断他正要说出口的话 连忙说道 先拿点吃的给我 我回小区后 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 变异者要比普通人更容易饿 沈川一边从空间里 拿出几个热腾腾的粽子 和豆浆 一边挑眉看着我 他们就是我那群亲戚 现在霸占了我的家 我让他们喝了 冰牛奶拉点肚子 说给他们买 要趁机偷溜了出来 我包开粽叶 闻着糯米散发出的香味 这可是我连续一个星期 去一家小吃店蹲点买的 他家的粽子最正宗 一次买20个 全是咸淡黄肉粽 等歇了第一口豆浆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的 把气味屏蔽掉 虽然粽子的香味不明显 但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还是保险起见的好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沈川问道 打算自然是有 在末世初期 这里无疑是安全的地方 很适合我们继续增强实力 和收集物资 如果我们现在轻易换地方 变数很多 我也不想轻易冒险 而我就不可能一直躲着他们 住在隔壁 每次进出都很容易被发现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们逼走 如果是前一次重生 我们互相熟知的时候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 和沈川说 我心里真实的想法 可是现在 我们只是刚认识不久的合作伙伴 我不想让他在最开始 就对我就有防备 觉得我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先别管他们了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 去收集湿巾和物资就行 我回答道 第二天一早 我和沈川悄悄出门 明镜傍晚才回到小区 这次我们在十几公里开外的地方 收掉了一个便利店的物资 店主许是老早就跑路了 店门紧锁 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唯一麻烦的 就是门外聚集着十几个丧尸 我仔细观察四周后 利用异能和沈川 逐个把丧尸消灭掉 除了便利店里的所有东西之外 我们还收集到五颗石井 还是按照上次那样 我回到901后不久 沈川才上了楼 你怎么才回来 我的烟呢 听到开门声的简绪 从沙发上动起来 看到我两手空空皱眉问道 我刚出小区 就对外面那些痴人的怪物追赶 只好在一个巷子里 躲到早上才赶回来 不过还好 我找到了这个 随后我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小盒几扁的长年宁 简绪撇了一眼我手上的药 美好气的说了一声 真没用后就回了房间 这时 秦贵芬面带微笑的走了过来 顺手就把麦合药拿到手上 并向我收到小鸟呀 家里的食物就剩一点米了 怕是今天吃完了 明天我们就得挨饿了 你得想想办法呀 我看着餐桌上残留的包装 他们已经把六包泡面都吃完了 秦贵芬注意到我的目光 急忙解释道 这不是你爷爷奶奶 昨天拉了肚子后 肚子里都空了嘛 炒着要吃东西 我就把剩下的泡面都给煮了 你说你也是 好好的给你爷爷奶奶 喝什么牛奶呀 我内心三着白眼 表面上却须于尾仪的对他说道 哎 大伯母你也知道 这个时候食物不好买 外面太危险了 都是被感染的人 你不是有钱吗 不然去找左林优社买一些 我就不信你多给点钱 他们会不愿意卖 这 好吧 那我明天早上去试试 我在客厅沙发上 简单睡了一觉 第二天 一早就偷偷叫上沈川出门了 这次我们运气不错 在一个公园里 找到了好几个落单的丧尸 共收集到了七克食精 在每天不断吸收 一颗食精能量的情况下 我已经隐隐感觉到 我的异能就要升级了 等傍晚回到家后 我向征兴地拿出了 三包饼干和一把青菜 果然 这么点东西 换来的就是他们的埋怨 我用青菜和剩下的大米 煮了粥 再把面包撕在上面 等到吃饭的时候 我就分到了不到半晚 我也并没有生气 因为在回家之前 我早就已经吃饱了 后来了一段时间 我都如法豪制 假意出去购买食物 其实是和沈川外出 搜集湿精和物资去了 而每次我也只带 一点点的东西回来 我是从废弃菜市场上 找到了一些烂掉的水果 就是快过期的面包 没多久 他们几个人 已经变得面黄鸡瘦 而我照样还是百里透红 每天神采一一 一点挨饿的样子都没有 自然 他们开始怀疑我 可自从一次 我的大伯和大伯母 偷偷跟着我出门 还没走出小区五百里 就被一只小丧尸 吓了回去后 他们就再也不敢 轻易跟踪我了 他们一方面 很笃定我是在外面偷吃 另外一方面 又怕外面的丧尸 不敢出门 我知道 把他们赶走的时机 马上就要到了 这天傍晚 我照例只拿了半袋 发印的馒头回来 已经饿坏的大伯 他们已经没力气指责我 而是开始狼通虎咽 争抢为数不多的食物 没多久 客厅的大门 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咚 咚 咚 大家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都很奇怪 这个时候是谁会上门 里门口最近的简续 透过猫眼望向外面 一张皮肤均裂 惨白的脸顿石 出现在他眼前 没有瞳孔的眼睛 充满獠牙的血盆大口 简续顿石 头皮发麻贪婪在地 嘴中嘟囔着 嗓 嗓 丧尸 门外有丧尸 众人惊恐 随后大伯跑到门边 确认后 脸色煞白的说道 门外有三只丧尸 那声音是他们撞龙发出来 丧尸怎么会上来啊 我们这可是顶楼啊 大姑绝望地问道 如果我们这层都有丧尸的话 楼下几层一定都有 秦桂芬像是想到了什么 立马跑到窗边向下看 果然看到了十几个丧尸 聚集在小区楼下 怎么办怎么办 我还不想死啊 二姑惊猴是错道 没事没事 我们只有两扇门挡着 这些怪物也进不来 秦桂芬安慰道 我微不可闻地吃笑了一声 随后又假装面色焦急地说道 就算这些丧尸一时半会进不来 可如果我们一直被困在里面 没有食物也是死路一条啊 众人沉思 简表说的没错 我们不能被这些怪物堵在这里面 给想办法冲出去 大伯西想过后 难得赞同了我的想法 那我们能去哪里 外面这么乱 被感染的人一定很多 这里虽然没有吃的 可以还算安全啊 二姑哭丧着脸说道 我倒是知道这附近有个地方 既安全又有食物 我突然说道 两周前我外出寻找食物的时候 发现离我们这两公里外 有个大门紧锁的面馆 挨落的样子都没有 原来是背着我们在外面偷藏食物 你真是和你父母一样自私自领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先出去再说吧 大伯对我投来怨毒的目光 可问题是 门外和楼下都有丧尸 我们怎么才能出去啊 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爷爷看向我 正想说些什么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哭临声 大伯再次过去查看 观察了一会后朝我们说道 是对面的邻居 他拿着把长刀 把门口这几只丧尸都砍 现在正准备冲下楼 简旭听闻后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太好了 那我们也赶紧下去吧 不然拖太久 楼下的丧尸越来越多怎么办 不急 等他多下几层楼 我们再下去也不迟 万一他在半路上被丧尸咬了 我们还有时间返回来 大伯母抓住简旭的胳膊连忙说道 二十几分钟后 我们一行八人 简单收拾了一些行李 从小区里逃了出来 其实除了被沈川干掉的 还有楼下被他吸引走的大半丧尸外 我们在路上只不过遇到了 三五只落单的丧尸 就这样大伯母和大姑二姑他们 还尖叫连连惊吓过度 殊不知这样只会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我按照计划好的那样 带着他们七拐八串 离小区越来越远 同时也离我和沈川 清理出来的地区越来越远 没错 楼下的那十几只丧尸 和楼上的三只丧尸 都是我和沈川故意引过来的 为的就是要把他们逼出来 我并不打算带他们到什么面馆里去 虽然确实有了这么个地方 但却不像我说的那般可靠 我知道我的这群亲戚贪婪至极 往往这类人不见兔子不撒婴 只有让他们相信了 有更好的地方 他们才会愿意走出安全区域 而我每天带回来的那一点点食物 就是引蛇出洞的诱饵 往前左拐一个街道 然后在右拐直走大约八百米 那里埋伏着几只 我和沈川放置好的被拔光牙齿 砍断了一只手臂或是小腿的丧尸 那里也是我打算和他们走散的地方 等离开他们后 我就要原路返回 回到小区里 和沈川一起住在隔壁那套房子里 我盘算着他们和我走散之后 不会再回来 因为在他们心里 这个小区已经不安全了 他们会去找我所说的那家面馆 而就算他们又回来了 没有钥匙他们也进不去 不会再有一个我正巧 回来为他们开门 原本再过五分钟 我就可以摆脱这群吸血鬼了 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等我加快脚步甩开 他们一两百米来到原定地点的时候 原本被安排在这个丧尸不见了 取代他们的是几个活生生的人 难道沈川背叛了我 不 不可能 我心里的第一反应 立即被我打消了 沈川没理由背叛我 而且我们共患难了两次 我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停下奔跑的脚步 打量着已经包围我的这几个人 身后不远处 简虚和大伯他们才贪贪赶来 是他们 等看清人后 我瞳孔急速放大 身体开始僵硬 眼前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第一次重生后 杀死我和沈川的那群人 他们就算烧成灰 我也能认出来 和他们有过短暂接触的 我对他们了解不深 面前这位正溺着眼打量 我的高个短发女性 是个可以操纵雷电的异能者 每次作战时 他都会先用异能把敌人身体垫拔 让他们无法自如行动 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看上去像是 这个异能者队伍的老大 旁边那个稍矮一些的女孩 嗅觉灵敏 之前就是因为她 我们才被发现 而剩下的三个男人 一个速度变异 一个力量变异 最后那个脸上 带着刀疤的男人 虽然是个普通人 不过却比异能者还凶残 手起刀落沙发果决 第一重生 那次我和沈川 都是命丧在他手中 啊 来了这么多人 左边那个胳膊上 有纹身的光头男人 细血地盯着我们 你们 你们也是来找那家面馆的 刚赶到的简讯 有些迟疑地问道 什么面馆 我们是来找试经的 你们得感谢我们 替你们解决掉这几只丧尸 不然你们这几个人 就这样跑过来多危险啊 另外一个身材强壮的男人 靠着强笑道 行了阿杰 别开玩笑了 短发女人 瞪里眼名叫阿杰的男人后 盯着我们问道 你们有谁是异能者吗 异能者 什么是异能者 大伯一惑道 短发女人和那个叫阿杰的 对看一眼 随即我们几人身体一麻 顿时贪婉在地 阿杰瞬间来到我们眼前 一把明皇皇的匕首 就刺向了简讯的大腿 啊 简讯痛苦地大叫一声 一看叶皮 突然抢她的裤子里渗出 没必要吧大哥 我都还没刺到你 怎么就给吓尿了 阿杰吃笑道 另外四个人 见状轰然大笑 看来他们不是装的 果然都是普通人 带走吧 短发女子丢下这句话 就动身 准备离开 半个小时后 我们双手被绑 嘴巴用胶布粘上 被丢在了一辆皮卡车后备箱上 在车上我看到了昏迷的沈川 车不知开了多久 把我们载到了一个破旧的别墅区里 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把我们绑走 是用来当肉猪的 末世大概三个月后 几乎所有的异能者 都发现了自己的能力 于是乎原来的秩序不复存在 社会功德 平等人权瞬间湮灭 许多碌碌无为的人 甚至是处于底层的流氓地痞 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后 野心急速膨胀 权力 美色 物欲 许多他们之前无法碰触的东西 现在只要动动手 就可以唾手可得 再没有人可以制约他们 在这个时代 强者当道 当异能者们发现湿巾的作用后 大家这个指甲带 大小的东西 狂热程度 堪比末世前钻石的存在 于是猎杀丧尸成了异能者 甚至普通人热衷做的事情 因为尸巾不仅可以用来升级异脑 还可以用来换取物资 不过头脑发热的人 往往会低估潜在的危险 当大量的异能者和普通人 在猎杀过程中 被丧尸感染丧生后 这个世上多了另外一批人群的存在 又识人 又识人又被称为肉猪 其作用就是用来当作鱼儿吸引丧尸 进入到异能者们提起设好的陷阱里 听上去简单 但实际上危险极大 身为肉猪的 大多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人 往往在吸引丧尸的时候 很容易就被过多数量的丧尸包围 其次 在吸引到陷阱中时 也很容易因为躲避不及 而被异能者的攻击波及到 派出去的幼识人 能回来一半就已经不错了 这是一间三四十平的毛皮房间 地上摆满了纸皮和废弃的塑料包装 大约有十一二的脏兮兮的人 无精打采的坐在纸皮上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他们抬头扫了我们一样 就又坐着发呆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在后背挠了挠 撵出一只芝麻大小的黑虫子 看也不看就往嘴里送 大伯母他们 看到这一幕 嫌恶地撇了撇嘴 我们被丢进房间后门就被锁上了 沈川还昏迷着 皱着阴挺的眉头被扔在角落 其中有几个年轻人 盯着昏迷的沈川不怀好意的 随机正要起身过来 我心里按道一声不好 立马挡在沈川的面前 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我现在的身体素质 要对付他们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异能者的身体机能 也会随之进化 但我知道 现在不是暴露真实实力的时机 我灵机一动 等他们快要靠近的时候 从我和沈川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新臭味 这是对我保存起来的气味 是从一个死了快一个星期的丧尸 身上收起来的 我靠 你们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 怎么身上这么臭 这几个不怀好意的年轻人 在靠近我们一米后闻到了那股恶臭 捂着鼻子不断后退 慢慢咧咧坐了回去 到了晚上 门被打开了 那个胳膊上有纹身的光头男人 提着一袋子的糠饼和矿泉水进来 都不许抢 一个人一份 说是这样说 但袋子里的东西很快就被瓜分完了 我的大伯 大姑他们几个四十不屑抢这种东西 只是坐在旁边嫌弃地看着 我手里捏着刚刚抢来的两块糠饼和一瓶水 我以前可没少吃这种东西 跑步动作的时候 连树皮都啃过 糠饼很硬 就算在放在嘴里 用水泡软吞下的时候也刮喉咙 我草草吃完一块糠饼后 就在旁边照顾沈川 一个小时候 简旭不客气地朝我问道 喂 你手里那块糠饼还吃不吃 这块饼是他的 我看了看沈川 好啊 你胳膊肘往外拐 果然 我妈说的没错 你天生就是个下贱胚子 秦桂芬肝肝大地捅了腾简旭的胳膊 随后又一阵言辞地说道 简了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他是外人 我们才是你的亲人 简旭饿了 你就把康饼给他吧 说完秦桂芬的肚子也叫了起来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男朋友 我平静地对他们说道 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怎么没听你说过 大姑有些不相信 这人看上去怎么有点眼熟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他不就是对门那个邻居吗 大伯曾经在猫眼里看过他 好啊 我算是明白了 我说呢 你怎么经常出去找吃的 就是一整天 肯定是偷偷到对门 这个野男人家里吃香味喝辣的 秦桂芬恍然大悟 冷着脸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我再瞒着 有没有任何意义了 直接承认道 对 没错 我是每天都在对门吃香喝辣的 再故意带回来 一些残忠剩饭给你们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这么恶毒 是要遭报应的 难怪早早就死了爹妈 秦桂芬指着我鼻子骂道 秦桂芬 你现在才明白 似乎太晚了些 与其把心思放在占我便宜上 不如想想 怎么靠自己 把你儿子扶上墙吧 对了 这里这么多男人 你要是愿意牺牲自己 让他们快活一下的话 说不定 有人会肯给你几块饼子 简婉 你太过分了 你竟然敢侮辱我妈 看我怎么教训你这个婊子 简婿爬起身直冲我而来 我见状并没有着急躲避 而是 等他快要靠近时 抓着康炳往那群人旁边躲闪 再轻轻一脚 把他踢进了 蜷缩在墙边的那群人堆里 这些幼稚人 因为天气寒冷 都缩在一起相互取暖 简婿一 被我踢倒过去时 大家不仅没有让开 而是立马纷纷伸出手 抓向简婿 下一秒 在大伯母他们惊异 都目光中 十几双大手 开始迅速扒下简婿身上的衣服 大伯见状急忙和家人 上前去帮忙 不出一分钟 在人堆里的简婿身上 就少了一件羽龙服 一条长裤 秦桂分衣领子被扯破了 大伯和二姑克少利之邪 就在这混乱中 沈川悠悠地睁开了眼 饿了我们两三天后 转发女人终于让我们去幼师了 皮卡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医院附近 这座医院不大 外里面似乎年久失修 墙皮脱落了好几块 在下车的时候 我看见好几个人 开始不自主地围在一起 而处在中间位置的是一个 戴着饭框眼镜 长相普通的男人 徐斌 我和你一组吧 斌哥你带带我吧 我最近老毛病又犯了 一到变天膝外就疼 跑不快 很容易被丧失追上 徐斌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 感觉有点熟悉 随后我像是触碰到某个开关 全身开始发冷 徐斌这两个字 在我脑海里不断放大 随后和某个印象中的人影 重合了起来 是他 害我们 逃亡害我们 另丧黄泉的第二个凶手 那个拥有超级脑的异能者 可是他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是和我们一样 被当做普通人抓了起来吗 还是他另有目的 我克制住发抖的身体 不着痕迹地用余光观察他 你怎么的小鸟 沈川注意到我的不对劲 我隔绝了周围的声音 微不可查地动了 动嘴巴向他说明了情况 他用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肩膀 不用害怕 他现在对我们还产生不了威胁 而且你忘了我们这次 没有留下收集物资的痕迹吗 听了沈川的话 我的心安定了几分 我们二十几个人轮流 被派到医院的深处 短发女他们五人 在大门口埋伏 等着我们把丧尸吸引出来 徐斌手当骑冲往急诊步走去 我示意沈川往另外一个 没人的方向去 很快 我们在楼道里碰到了四只 穿着病号服的丧尸 我们没有掉头就跑 而是当面迎上 沈川从随身空间 拿出唐刀和贺嘴稿 我们开始击杀丧尸 随着我们异能的不断升级 我们对湿巾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 虽然沈川的空间里 还有三十多颗湿巾备用 可我们也不知道 会被囚禁到什么时候 只好有机会 就偷偷多收集几颗湿巾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后 我们收起武器 引得剩下七八只丧尸 往医院门口跑去 三个小时后 我们再次被皮卡车运送回去 此时车上已经少了六个人 其中四个被咬 另外两个根本没跑回来 不过难得的是 我的家人们 都还全须全尾的坐在车上 只不过一个个鼻子脸肿了 原来他们因为害怕丧尸 所以一进医院 就在里面找了个 僻静的地方裹了起来 看时间差不多到了再出来 短发里他们一看 七个人进去吸引丧尸 结果屁股后面光溜溜的 一个丧尸都没吸引出来 自然是气得不轻 给他们教训了一顿 他们五人虽然残暴 但却没有人敢逃跑 原因无他 一个嗅觉异能者 和一个速度异能者 就算你跑得再快 也能把你给抓回来 于是就这样 我和沈川在这个幼师队里 一待就是两个多月 在这期间也有不少新人 被抓进来补充人数 面孔患了幼患 大姑和爷爷奶奶 也因为被丧尸抓伤而感染 还有不少人吃饿死和病死的 现在能找到的粮食不多了 他们投喂的食物也越来越少 还留下来的老人没几个 我们和徐斌也开始慢慢熟悉起来 这天下午 被您叫阿杰的男人 从外面匆匆赶了回来 我在15公里外 发现了一个商场 里面聚集了不少丧尸 少说也有五六百只 阿杰兴奋地喊道 有这么多 太好了 我的异能总算可以升级了 一个甜美的女生回应道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个月湿巾出现的概率 越来越小 好几次二三十只 丧尸里才发现四五颗湿巾 根本不够我们四个人分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群肉粥 泼泼藏起来 这么多丧尸 我们该好好谋划一下 怎么一网打尽 毕竟数量这么多 我们要一下子吃掉可不容易 是 老大 对了老大 我发现肉粥里 有个男的脑子还挺聪明的 看上去文文弱弱的 却每次都能安全活下来 跟着他的人也没受过伤 估计有两把刷子 要不我找他来问问 能有什么办法 你是说那个戴眼镜的 行 提他出来吧 门被打开后 徐斌被叫了出去 在临走前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嘴唇微动 因为怕被其他异能者 结束先登 于是围攻商场的计划 很快就被定下来 这个商场有个负一层 他们打算在负一层里 安装自制炸弹 安装完后 再让某个肉猪 吸引所有的丧尸进入到里面 等丧尸都被炸死后 就可以进去收取湿巾了 计划很简单 但有几个关键点 却不容易实施 第一个就是自制炸弹 不过好在徐斌有办法 他再三保证 只要给他足够的材料 他就能完成 于是在一次试验中 他成功利用煤气怪 引爆了一间店链后 这个方案才被采纳 第二个就是如何吸引 所有的丧尸进入到负一楼 这个商场一共有五层 大多丧尸都聚集在二楼和三楼 除了楼上的丧尸 可以被那名速度异能者 都吸引到一楼外 还要有人把这些丧尸 都引到地下层才行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人一旦进入地下层 就是有去无回 前面是没有第二个出口的负一楼 后面就是几百只 张着血盆大口的丧尸 所以这个人不但要有充足的体力 能坚持把所有丧尸引进去 还要有牺牲自己的准备 而在徐斌的提议下 短发女五人决定用我来 要挟沈川前往 我知道这件事后 对返回来的徐斌全打脚踢 直到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后 才有人把他隔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而沈川为了保住我的命 你就大意凛然接受了这次行动 一个星期后 皮卡车带着我们和食品煤气罐出发了 我们在距离商场500米外的地方等待着 阿杰带着徐斌飞速前往负一层 与此同时 纹身男也用麻绳背着这食品煤气罐进去 大约一小时后 这三人出来 休整过后 速度异能者阿杰再次进入商场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他再次出来 虽然他这次进去的时间短 但看上去却比之前还要狼狈不堪 快让他进去 我已经把丧尸都引到一楼的东南角 离通往负一层的入口 还有一段距离 我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让沈川行动了 而沈川现在异能还未升级 还没办法瞬间移动 他这次进去 是九死一生 我被刀疤难前置着 撕心裂肺的哭喊 沈川 不要进去 沈川眸色暗淡 转过头楼声对我说道 渺渺 等我走了以后 他们答应我会放你自由 到时候你找个幸存者基地好好活着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找个人好好保护你 说完 沈川头也不回地冲进商场里 我在想阻止他 嘴巴早已被胶部牢牢粘住 20分钟后 商场里传来一阵爆炸声 随后黑烟伴随着肉胶味 重复一楼传来 我绝望地瘫倒在地 快快快 我们抓紧进去取尸精 不然等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就不好了 说完门身男领头 带着其他人就往商场里冲 我发疯似的 朝着慢半拍的徐冰冲去 想和他同归于尽 还撞倒了不少准备前往的其他幼石人 500多米的距离 对普通人来说 也许需要三分钟才能到达 但对于异能者来说 不过十几个呼吸间的是 等短发女他们进入到商场里 没多久的时候 哄 一个更加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 还在奔跑的其他人 顿时停在原地 望着前方的熊熊烈火呆若母鸡 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浓烟中显现 并朝我奔来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露出会心一笑 三天后 我和沈川同徐冰在一处十字路口告别 他准备投奔附近的军队 而我和沈川打算前往远方一个 还未发展起来的幸存者基地 诺 这里有50颗湿巾 给你 我伸手递给徐冰一个小袋子 徐冰摆了白手 有些不好意思道 你们自己留着吧 拿着吧 你那么聪明 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对付丧尸 说不定世界的未来就靠你了 我强硬地把湿巾塞到了他手里 随后和沈川上了车 原来在那天 我们俩和徐冰都演了一出息 爆炸是真的 只不过在从沈川进入商场那一刻 起有些不一样罢了 石的雷气罐 被分别安装在副一层的天花板和立竹上 但他们并不是用串联连接起来 而是并联 当沈川信所有的丧尸进入到副一楼时 在副一楼的最深处 早已经被其中一个煤气罐 炸开了一个小洞直通一楼 而爆炸声自然是传不进其他人的耳朵里 因为声音被我隔绝了 等沈川爬上一楼时 就会拿出徐冰提前藏好的遥控更扭 引爆深处的另外四个煤气罐 炸死了部分丧尸 等短发女 他们听到爆炸声以为计划 成功了进入商场副一楼时 沈川见准时机 再次引爆入口出藏着的五个煤气罐 就此 这个囚禁 我们三个月之久的五人小队 和这几百只丧失同归于尽了 大伯母他们自从爆炸后 早就在我巧妙的暗示下逃之夭夭了 我也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交集 只希望他们自生自灭 而徐冰 这是一个极其有用又十分危险的人 现如今我们没有像上一世那样 有任何的利益冲突 自然也就不必搞到 你死我活那个地步 留着它 它是未来的希望 在我认出徐冰那天 沈川建议我早点解决它食物 是这样说的 它的异能在不断升级后 会研制出大量对人类有益的东西 可以种植出高产量粮食的土壤和营养液 可以有效捏杀丧尸和变异动物的化尸粉 甚至是可以抵御丧尸感染的抗体药剂 在我上一世被关押在实验室时 这个抗体已经在进行人体试验了 虽然因为它的存在 我们对未来的美好也会有一丝幻想 我们相信终有一天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世界中会恢复正常 就这样 我和沈川带着这丝希望 迎着夕阳开着车继续前行